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是這個開箱時刻 然後這算是很期待 期待 因為今天剛好在這個網屋上面 看到這個某某購物台 某某購物網又開始做一些 蘋果系列做配產品的一個促銷 然後這次促銷的東西是這個AirPods AirPods 給大家看一下AirPods 然後這個AirPods 我買的價格是在這個5199塊 然後另外用這個一三一兩的信用卡去刷 還有一個點數優惠的回饋 然後這個是它的這個外觀的盒子 來看一下它的外觀的盒子 這邊有一個AirPods的這個LOGO 這個AirPods的LOGO 然後有它的這個 然後一些 給大家看一下看清楚一點 它的一些這個基本的這個型號還有生產 然後還有這個進口商地址 然後序號什麼等等之類的都有 然後生產的這個年份是2019年 然後再來看背面 背面齁 這個一些標籤子 都有齁 然後我們呢 現在就來準備開箱吧 先研究一下這個 它到底要 怎麼開法 到底要怎麼開法 我們來研究一下 好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它這邊 那我們 因為我的開箱要求得非常多 我希望這個膠膜不要 不要 就是膠膜可以完整的在這個盒子上面 然後可以保持這個盒子的乾淨 然後不要有任何的損傷 然後大概稍微研究一下 大概是從這邊 大概是從這邊 這邊 割一個 割一個 然後這邊保留 然後這邊掀開來 然後把這個盒子拿起來 好 我們現在就來這個 把這個 塑膠保護膜 把它這個 然後刀子 刀子 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開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全開 一方面安全 一方面也不要去傷到盒子 我們從這邊 稍微輕輕的割一下 然後構成再開一點點 輕輕的割一下 然後在這邊 再輕輕的割一下 再輕輕的割一下 這個膠膜好像有點 傷到了 沒關係 從這邊另外一邊 輕輕的割一下 然後再在這邊 輕輕的割一下 輕輕的割一下 然後這個膠膜 就這樣子就好了 就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給它保持住 然後 好 打開槍囉 好 把它打開來 好 然後這個膠膜 就保持住 保護好 好 打開來 先放好 擺好 打開來 這應該是它的說明書 它的說明書 好 這個說明書 我們當然是依照慣例 還是不用看例 好 先把它抽回去 抽好 好 放旁邊 然後呢 現在呢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AirPods的本體啦 哇靠 果然是AirPods 這個 把它 這個把它 這樣 撕開來 把它撕開來 然後呢 然後 先放旁邊 我們來看看盒子裡面有什麼 我們來看看盒子裡面有什麼 喔 它的這個 蘋果Lightning的這個充電線 好 充電線我們用不到 喔 可不可以 只要來看看 我們不要 再墜